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ext 今天是第八期 在给您分享今天的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接收URL参数 到上期为止 我给您演示的样例 都是咱们纯的一个页面 对吧 没有和用户发生什么互动 同时也不接收用户输入了什么参数 对吧 从今天这期开始 咱们就要接收一些个用户的参数 比如说URL参数 该怎么做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接收用户通过URL传来的参数 咱们不但要接收到它 还要给用户显示出来 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是Nux的实样 今天咱们准备在page下面建一个item的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面 咱们声明这么一个VUE的组件 大家注意看 我和其他的page有什么区别 对 我加了一个下划线 这下划线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在座参数 在座URL参数的定义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URL参数 这个参数名叫做id 好不好 那么咱们在编码的时候 大家请看 通过thisroot这个全局对象 取到它这个参数集合 然后再找到它里面的这个id 把它读出来 同时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这样的话 咱们在框架当中 就知道了用户通过URL 给咱们输入了什么内容 咱们接收到内容之后 咱们可以访问后端的API 从数据库里面取数据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今天先给你演示 如何的接收到这个参数 好不好 咱们马上试演一下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 对了 我先说一下我的工程 这个是我课件工程 这个是咱们要调试的工程 这个是我已经把调试工程 启动起来准备调试 然后我还有一个浏览器 然后当我编辑什么文件之后 咱们通过这个浏览器 看到实际的效果 好不好 因为有可能是有朋友第一期 看我的视频 对不对 好 那咱们试试 书干就干 马上开始 在page下面 咱们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item 您把它理解为商品 可以吧 然后咱们这儿要接受一个商品的ID 当然它也是个VUE 我这样 大家注意看 加下画线的 然后在里面 咱们写上一些代码 代码咱们还尽量的简洁 好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页面当中干了什么事 判断 如果用户通过UR传来的这个ID 有值的话 那么我会在页面上显示出 用户给我传了什么东西 是吧 传了什么哪些内容 对吧 OK 咱们就运行一下 怎么运行 好 到我这里面干什么 我这儿撬啊 这是撬一个item 一挥车 大家请看 商品出来了吧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页面中的标题A11 显示的是一个商品 对吧 但是下面没有任何内容 为什么 咱们又给他传参数吗 对不对 那么咱们怎么办 传个参数给他 好不好 传一个啊 比如说传一个1 大家请看 因为用户传进来了参数 咱们通过这个e付判断 也找到了确实有值 那么呢 显示出来商品ID等于1 对吧 这可以随便敲了 2345都没问题 对吧 都能接收到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方式 用户就能够收到咱们给他传的值 但是注意 但是注意 我只想让用户传入数字该怎么做 对吧 你看我这个什么都可以啊 天马行空了 现在我干什么都能干 传什么都能传 这个是不应该的 我只想让用户传入数字 那么咱们就需要做一个判断 NAS给咱们提供这个校验机制 咱们马上试一试啊 怎么做 往下看啊 大家请看 限制数值类型的参数 您通过这个校验函数 NAS的框架就会帮咱们校验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个校验函数 传进来一个参数 让我自己定义一个校验规则 进行校验 返回处False 如果校验成功 返回处 校验失败 返回False 就这么简单 我这个地方给它是用了一个数字正则表达式 好不好 咱们就加上这点逻辑再看一下 这个NAS就是这么简单 简单的令人吃惊 好 存盘之后 咱们再次运行 看看行不行 回到这 咱们试试 现在咱们再输数目字 稍等 从头来 咱们还输数目字 12345 没问题吧 是能够正常在这个地方显示 对吧 如果咱们输入一个ABCDE 它是非数字了 那么大家请看 出错了 为什么 校验失败 不能过吗 对吧 咱们认为用户给咱们输入是非法内容 或者换换 换换换换换换换说 可能你是黑客 你想攻击我 对吧 你给我输了 是我系统不认的 我比如我系统就认数字 你给我输入数值 说明并不是通过我业务程序的入口 进到这个UR了 是用户恶意手工进来的 或者说通过爬虫进来的 那么咱们给它报一个错误的页面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OK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您分享的内容了 但是在结束这个课程之前 大家请看 我给您提供了一个参照文档 有朋友说 我想做更深入的了解 您访问一下配置教研的网页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是它的官网 您通过这个网址 您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 如何教研以及教研的更多的know how 做到这个网页中给您写的很详细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OK 以上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接收了URL参数 该怎么做 同时对输入的内容 还要做了一下教研 好不好 这是最常用的支持点 今天推荐给大家 我今天的课件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